各位早 今天歡迎來自臺灣中國醫藥大學 注射醫院的夏醫師 讓我們這邊RSMA2015年的堂位 中國醫藥從2013年開始 今年7月 中國醫藥大學它升級了新版本 使用新的 Consulted Wall-East Qualcomm蝕查業的功能 還有Disputed Server的功能 現在中國醫藥的使用者 可以從不同的酒家分院 可以各自調閱、各自以上 不需要等速登入系統 那 底下有幾個問題想要請教夏醫師 請問夏醫師您對我們INFETER的產品 或INFETER的這個形象 有什麼樣子 您自己的個人商業 今天跟我們分享 我是覺得就是 因為我們之前用的舊的是秉承的系統 那跟現在用INFETER的流暢度是比較好 然後就是整體對工作上的一些需求 我們去給教訓 那對您個人來講 您個人在使用INFETER的產品 在聽過醫藥打發告的時候 有哪些功能對您個人的功勢比較大? 我覺得主要是兩個功能 第一個是Cross Link 是很方便 因為其實 換這可以說就是 我們需要比較 譬如說 Online Contrast Cross Contrast的影響 或者是 就是新舊的影響 那就是 那個Post Link 這個功能就是可以讓我們一次滾動 也能相信它 其實是可以節省很多時間 因為我們之前舊的系統 是沒有辦法做這樣 就變成 你要自己左右左右這樣 那另外就是一個3D游標的功能 我覺得也是對我們很關注的 因為就是 譬如說在Azure Room看到定位 那你可以再定位到 其他譬如說 Cronum或Stage 去看它在Cronum或Stage中下的位置跟狀況 它就很快速就幫你定位 你像如果像之前的系統的話 就是它沒有這個功能 你讓自己再去用那個 就是用那個卡再去拿上的代表 我覺得最好用是這個 那另外還有一些像是 Pain in Protocol 那個有些狀況其實也還滿好 像Mhi 你看你可以先設 你比較喜歡 你這套模式 或者是會自己掉糾片 就是S-Ray自己掉糾片 那些算好的話 你都可以節省一些自己操作的自家 我其實本身也最喜歡那個3D 沒有用 用接觸防禦 因為其他之前用的系統沒有 現在習慣了你就回不去 但是沒有的話就 可能就不太習慣了 好 那今天謝謝您來到我們餐位 接受我們這個訪問 希望你今天剩下的這個 一整個半章是那些都 註明我們要的一個學習 好 謝謝 謝謝